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某国产品牌机器上面定制的硬盘 它既不是某粮食品牌的,也不是不敢想象品牌上的 做售后或者维修电脑的,应该有看到过这种盘 如果单纯从它这个主控上面看,也是一样看不到任何信息的 不过颗粒上面的打标,用的倒是标准的群联方案 主控我们暂时先不管,先看具体问题再决定处理方案 我们先看电流怎么样 上电直接大短路了,小短路不好找 但是这种大短路我是最喜欢的 咱们打开透视,看看能不能轻松剪个漏 这么大的短路,问题大概率是出现在3.3伏的主供电上面 好像是电源芯片在发烫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再来看一下 电源管理芯片直接烧到60度了 我们先把这一个电源芯片拆掉看一下 我刚想看这个电源芯片的时候突然留意到 它这个电源芯片的右上角 居然破了一个角 可以看到里面银白色的晶体都露出来了 目前不知道它是清灰的时候刷掉的 还是因为这个电源芯片短路以后 因为它本体太热了 才导致它炸裂的 保险起见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周围的供电有没有短路 测这一圈电感就可以了 好像看起来是没有短路的 全部都正常 那就是它这个电源芯片本体损坏了 这一个芯片我随手在桌面上就能找到啊 咱们直接把这一个给它干上去 因为这一个电源芯片 是我之前在拆其他料板的时候 爆出来的装备 我也不知道它是好是坏 咱们来测试一下 OK 这个上电电流还是可以跑上来的 硬盘上机也能识别到 不过出现了未初始化是什么鬼 刚才我打开Vintex看了一下硬盘的底层 这个盘里面的数据 从一开始拉到末尾 全部都是这种00的 而且硬盘的smart我也看了 它是有一个01的爆错 但是这个01爆错 不应该会影响里面的数据才对的 这就奇怪了 因为这一块硬盘的状况存移 只能到时候再跟用户那边重新确认了 如果之前是不小心执行了格式化 或者是错误的触发了去命令 导致里面的内容清空的 我这边也是没有任何方式进行恢复的 那么它这个主控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虽然没有正式打标 但这种自然也是难不倒我的 如果我这时候再掏出一个公版的主控 是不是就一目了扬了 没错 它就是群联的E12S 再来看一个海力四颗粒的硬盘 大家看到这颗粒周围的一圈焊油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种二修盘的错觉 没错 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一修盘了 因为类似的情况 我之前在同一个品牌上面也遇到过不少 硬盘是我当时让对方撕开这个保修贴纸 拍照给我看的 后面这里还有两颗电容 也是贴到了界线以外 这样水平看起来是不是清晰多了 硬盘据说 它是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不识别了 这很正常 这极有可能是硬盘的颗粒出现了漏电的情况 2461N这个主控设备是支持恢复的 但是搭配海力四这一个颗粒 还有长期未使用的buff 我也不确定它能不能恢复 先给它创建一下 发译器看一下里面数据的情况 刚才我试了一圈 这个固件它是加载不了的 会报错 那么我们给它检测一下 这个颗粒还有缓存的情况 颗粒ID可以读到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缓存 缓存是256M的 缓存测试也是没有问题 这个颗粒上的焊油可能是出厂时候做检测时留下的 我们知道海力四16N的颗粒特别容易漏电 一般的老化测试对它来说可能就是毛毛雨 所以需要额外增加测试项目 才能保证它后续的品质 因此我准备把这一片颗粒给它拆下来 再给它做一次增强版的平保测试 因为它之前只有左边这一个颗粒被焊接过 所以我打算先拆掉左边的 焊盘现在我已经给它清理干净了 再重新干颗粒上去 颗粒干过一遍以后 现在硬盘的型号倒是识别出来了 大G排的 而且这一个创建的进度也可以走完 不过走完以后它是报错的 读出来的数据全部都是空白的 看样子是这一个海力四颗粒的 旧病复发了 我们现在再把这两个颗粒拆下来 强制读取一下 但我相信读完以后 这两个颗粒里面的内容肯定也是一团糟的 现在我又把这一个颗粒里面的内容读出来了 这个颗粒它应该是坏了一半 上面这里红一段绿一段 我有尝试加大这一个电压去读取 依旧是没什么用就对了 这就是非常经典的漏电现象 漏了就是漏了嘛 补不回来的 这一个盘也只好宣告翻车了 我发现今天的时长可能还是有点短 那就再加一个好了 这又是一个不知名品牌的颗粒 上面黑乎乎的 什么都看不到 硬盘它上电还是有反应的 看这个情况也没有短路 短阶可以识别到这个芯片ID 但是零号通道上面的这一个位置 明显是不对的 根据后面这三个芯片的ID来判断 这是属于英特尔N38的QLC颗粒 我的天啊 英特尔之前在关闭闪存业务的时候 它到底留下了多少遗产啊 这种盘我最近是遇到过挺多的 10有89都是像这样的经典搭配 QLC就不用说了 像这种颗粒干过一次以后运气好的 有大概率会变成拨号上网的速度 运气差的可能就是它这一个颗粒直接挂了 我怎么感觉今天的硬盘越修越差了 跟刚才的海力士相比 就是一个卧龙凤雏 当然有难度也是更具备挑战性的嘛 根据刚才错误的位置来判断 应该是在主控这一面的左下角这个颗粒存在问题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主控学按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来干这个颗粒 我们来检测一下它有没有拆错 现在我又给它重新连击了 好的拆的这一个位置没有问题啊 我们再来单独检测一下这一片颗粒 好的 单个颗粒识别也正常 现在我又把这个颗粒给它重置好了 我们重新给它干回去 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 再给它重新做一下检测 可能识别时间会稍微有点长 先等一会吧 刚才我等了有三四分钟 这个原神SSD才勉强识别出来 就算识别了也没用啊 上面的容量不对 这边都识别成2048G了 它的固件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它这一块盘的实际容量也就512G 修到这里已经可以宣告翻车了 开颗粒封装晶圆飞现啥的 我这边是干部来啊 反正故障我也跟这名网友说了 剩下的机会就留给晶圆飞现的大神来解决吧